这是我在小时候上学的时候 因为我的身体特别好 我对于田径这块特长特别强 然后我在我们学校参加运动会的时候 我能领先第二名 就是半个操场的距离 就是天赋很强 然后因为这样的天赋呢 我就基本巧合的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市的一个训练队 然后又进入到我们的省的一个训练队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那个时候你的专长是什么 你刚才讲到田径 比如说是短跑啦 我专长是中长跑 中长跑 对 我们第一位 蛮难的 那你们是在哪一个省市 是方便演讲的 我在安徽省 在安徽省 那后来你加入了这个国家训练之后 可不可以谈一下这个训练的生活 是只有学校有集体训练吗 还是说又就像进入了那种夏令营军营的管理 对 我们这种训练是封闭式的训练 是集体式的训练 没有个人主义 是这样子 我的意思是说 那就是同吃同处 对 是的 对 就是你的所有的生活 你所有的训练都在一个集体 都在一个集体之内 然后有教练和助教带着我们这些队员一起训练生活 大概是从几岁开始进去 我大概从13岁左右进去 然后就可以谈一下比如说早上几点开始训练 好 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 我们训练的时候残酷到什么地方呢 第一 我们一般一天一个马拉松 就是真的这么狠的跑 一般情况下 我们是早上四点钟开始跑 人家跑到六点半或者七点 然后吃早饭 然后早上的话上午下午就接着跑 然后比如说早上我们练的是耐力 长跑 比如十公里二十公里 那下午呢 我们练的是速度 我们跑五百八百 跑五个十个 然后晚上练力量 就像每天这样的训练 大开场过程 我可以举一个小例子 我们那个时候穿专业的跑鞋 非常专业的那种厚底的 然后在专业的跑道上跑 一双跑鞋只能够我们跑一个多月 就跑废掉了 可以想象到我们都跑到什么程度 所以它其实是超负荷的 然后它也会去注意到 你们所谓的身体的负荷能力 是不是又对一吗 或者是说对你做一些体检 这个时候对你们 因为很小的13岁可能都还是小孩的 小朋友的状态 对你们的营养啊 整个调整身体经营有没有 怎么样去规划 或就是把你们操到不行这样 我可以这么说 我们的休息是指每天休半天就算休息 然后我们的营养 其实和普通人吃的话 也就是多了一杯豆浆和和牛奶 然后仅此而已 然后至于我们的体检 其实是非常敷衍的 就和平常人没什么区别 然后对于我们的训练量而言 从我训练那个时候开始 一直到现在为止 因为现在我也在带一些 因为我做老师的原因 因为带一些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的一些主力球员 所以我对他们训练也很了解 从我那时候到现在开始 他的训练 以量为主 从来没变过 就是以量来攻克你 我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类型 你缺哪一块 都是练一样的量 是大锅饭 没变过 所以他其实跟西方所谓的那种体制能教育 完全不同的 完全是两种体制 所以这就很纳闷 中国这么多人练体育 但为什么练田径这块 除了刘翔 没有第二个人出来 那国外的那些运动员 练的量比我们少多了 那为什么他的人也少 他们出现这么多优秀运动员 这是我们 这是中国很多体制运动员 永远没有反思的 他不改去的方法 OK 或者是说这个政府本身 他就没有这种sense 还是什么 是体制上的问题 然后加上教练的问题 是教练在这个体制内 他不能去做一些 他想要的一些方法 就是他跟着这种主流走 所以这么多年来都没有改变过 就是这样子大过分的训练 然后不管说你的特质 可能是有爆发力的 或者是说你是特别有耐力的 他们有做这样的区格 就每个人的训练都是 没有 从来没改变 到今为止才没改变 因为我来美国之前 我在中国从事的 就是健身教练行业 然后因为 我会带一些 专业性非常强 足球运动员 是主力的超级联赛球员 是中国足球的最高健康 他们的训练找到我 就是因为他们在队里 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 比如说他们的弱项问题 他们的挺的问题 解决不了 然后我在和他们沟通的时候 我才发现 作为足球这么商业化 这么顶尖的一项联赛 一个比赛 他们的训练 他们的训练水平 和对训练这种 教练对训练的态度 既然落后到 都不可思议的地步 对 那你一直都是在这样子的体制内 被培训的 那你怎么开始去反思说 这个制度对或者是对 或其他的运动员来说 是没有保证的 你怎么意识到这有问题 那这个我要先谈到 整个总共中国举国体制 从底的腐败的问题 那我可以先说一下 我的体校的教练 见我父母的第一次面 是在教练和他朋友 吃饭的饭店上 当然我父母去不是去吃饭的 是去结账的 对 这个就很有意思 对 第一次见面 就是结账 那你可以想象到 这是什么样种概念 当然我进体校之后 那我们队员的所有的 未来的命运 生产大权 都掌握在教练手里面 那如果我们不去 向教练表示 我们就结束了 我们这种运动生涯了 教练可以决定你的命运 那你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 去加入体校 当然是你小时候成绩 就能表现出这方面的特长 那你加入了这个体校 被国家选上之后 你自己本来的生产规划是什么 我加入这个体校 是因为我的特长 对于田径这块的特长 非常突出 那我觉得我可以通过田径 打出一番天地 所以我想专业去训练 这一块 对 但是加入体校之后 那发现 我在这个体校 我训练不出来 很好的成绩 当然 这个教练是一方面 我们在体校的时候 助教也会 是这样子 是因为在体校当中 教练只负责大的训练计划 进行具体的实施和监督 是由助教来完成的 助教拥用这种权利之后 就会充分地利用它 来进行压榨队员们 比如说不给你钱 让队员去买东西 那让队员帮他们洗衣服 甚至更夸张的 是占女队员的便宜 那一般的队员不敢反抗 如果你敢反抗 他在训练当中能整死你 因为训练都他说了算 那所以受不了的队员呢 就退出来了 那 不想退出的 就忍着 或者是加入他们的一员 来帮助他们 同流合污 是这样子 那一般来练体校的 就是队员呢 家庭条件都不会太好 这是因为家庭条件好的 不会让孩子去送到体校 因为太累 太辛苦了 这种训练强度 远远超过同龄孩子 所遭的队 第二呢 一般上完体校之后 一般下午不上文化课 也就是说一旦上了体校之后 你就不能再回到课堂了 你就走不了高考那条路了 所以一般从体校退出去之后 他也回不了文化课 相当于他就辍学了 进入社会了 所以体校一般就是 如果他选择退出了 就选择退出学校 进入社会了 所以残惠群在这儿 那这种教练家助教 对这种队员这种打压 或者是 就是对于这种金钱上的 一些变相的勒索 那导致很多的队员 几乎是承受不了的 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么做的话 那么一定会被在训练当中 会被针对 那在你这个整个训练的过程中 应该有很多的就是同学嘛 那最后真的走到毕业 然后成为所谓的国家运动员 或者是有一个正式的职业 这中间你觉得被淘汰了多少人 或者是有多少人留下来的 可以说99%会被淘汰 我们是这样子的 他们的例子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在上体校的时候 我们会有些福利 那在体校过程中 如果我们表现特别好 我们就会被选拔到省的体工队 那这是从体校选拔中间子 那体工队员呢 那么就可以获得一部分的工资收入 那随着到体工队之后呢 然后再进行全省体工队的集体选拔 再进行到国家队上一个步骤 那如果到国家队 又会获得更高一步收入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即使没有被选拔到国家队 你也能获得一部分收入 也可能让这个运动之牙走下去 就当国家队的替补 是这样的意思 对 但是能走到体工队的这一步 就已经筛掉了90%了 对 因为进体工队不光是成绩好 和教练的关系 也是很大一部分的决定作用 教练如果不推荐你 其实你没有任何机会的 那些被淘汰的人后来都去了哪里 辍学 转行 从事运动相关的 比如说他们会自学 再考一个其他的一个执照 从事健身 或者是入伍 或者是再次学考个证 去学校当小学老师 或者是这样子 那他们有没有人是 比如说受到严重的伤害 甚至就是比如说永远都不能够走 有没有这种运动伤害 或者是就是因为在过度训练 而死亡甚至这样子的 运动伤害是非常多 我可以举我身边的例子 我们身边有很多女性的运动员 女性运动员在训练期间 不来近期的比比皆是 因为强度太大 然后还有我们训练过程中 有教练的原因 有个人的原因 全民服用性分剂 导致他最后生理技术发生改变 无法再怀孕 大量的人存在 所以其实女性运动员比男生遭到的困境更大 她会受到伤害更多 比如说可能会遭到一些 刚才讲的 是的 这些 那这个是一个封闭的体制 然后也从来没有人去 想要关注改革吗 还是说就是被宣传成 OK你们是为国家服务 然后就是可以为主国争光这样子 在这样子的状态下 这些你自己知道的 是大家真心的觉得 OK我做这件事我很开心 还有被扣的或是无奈的 就是这些真的走到了 所谓的国家运动面的这群人 就淘汰了我们先不关 那真的升上去的 你当时真的觉得 是为国家争光吗 还是怎么样 为国家争光是一个彻底彻底的谎言 我可以这么说 在08年奥运会的时候 这些在北京进行比赛的运动员 他们家的父母 在他比赛的时候 当地政府的官员 拿着上百万的现金 和他父母一起看他的比赛 如果他夺冠 钱就是你的 如果不能夺冠 钱拿走 这个时候 不是他自己 他父母 政府的官员 所有的社会媒体 给这个运动员的压力 是前所未有的大 可以举这个例子 就是有个调查 对运动员说 如果现在让你是一种药 你可以夺冠 五年之后 你就命 就有可能就拜拜 你愿不愿意 80%人愿意去吃 那个时候他没有选择性的 他的压力非常大 他不是为了 他不是为了卫国中国 他是为了自己 而且他一旦能获得 就是能获得这种金牌 他不光这份现金拿到 他退役之后 政府就会在省的体育局 或者现体育局 给他安排一份公务员 类似的职位 他就可以进入体制 那这种诱惑力 是在这种体制当中 每一个人拒绝不了的 所以其实还是利益的趋势 并没有所谓那么高大伤 没有 没有任何的高大伤 在中国所有运动员和教练 闹翻的前提 别的先不说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利益的分破问题 要不然就教练握住这些 就运动员的奖金 就是不给运动员 时间太长 压抑太久 导致矛盾冲突 大部分都是利益导致的 就是一般都是这样子 那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在培训的时候 有没有就是备利作为一些所谓的实验 或者是让你们吃净料 或者让你们服用一些可以改变 比如说荷尔蒙啊 或者是就类似这样子的医疗服务 不能说医疗服务 就是测试你们吧 比如说让你们有内部存 或者是说改善你的荷尔蒙 什么这样子 是这样子 那我是在上体效阶段 那我是没有被吃过 但是我身边的一个队员 他是被有用过这种药 那这种药的厉害性在哪呢 我可以举个例子 我们因为是练的是中场跑 那比如说跑一千五或三千 这种是非常快速的奔跑 然后他需要你大量的呼吸 来提供氧气 这个队员在跑步的时候 我们是跟跑嘛 一个接一个 我们可以明显到听到他的呼吸声 要比我们小得多得多 就是这种药提供他 给他自己的能力非常强 一般来说 中国的兴奋剂到我那个年代 已经非常发达了 在我之前的十年 就是马家军 马俊仁带领的那批铁金队 在9394年的时候 拿遍中国所有的冠军 打破所有的记录 他们可以狂道说 我想打破哪家记录 就打破哪家记录 我想让哪个人打破记录 就打破哪家记录 那马俊仁是对于这种兴奋剂 实验当中最厉害的一个人 他会拿各种动物 拿各种人去实验 他可以把兴奋剂做到 按小时来计算 比如说我的比赛前 多少吃兴奋剂 我晚一个小时都查到 早一个小时就查不到 他可以做到这种程度 然后对于什么兴奋剂 能提供什么的效果 他就有很深的见解 但到我们那个年代 十年之后了 兴奋剂在中国 就正常来说 他服用兴奋剂就那么几种 那这么几种兴奋剂 它就已经成 就是成商业化 成固态了 它的测试的余力就很小了 所以在我们身上用的比较少 那现在一般能用的兴奋剂 还是就从这几分别改良的 它唯一改的兴奋剂 改的什么呢 是改的检测能力 就是我还是吃这个兴奋剂 我怎么做到 我吃完之后你检测不了 它永远来提高这个能力 对 就是查不到 对 查不到 查不到 是 那你们可以问一下 那最后到 你刚才讲到什么工体院 大概是薪水是多少 或者是一个国家运动员 它的薪水大概是多少 它薪水很低的 就是在我们的年代 04年的时候 04年 05年的时候 它工作也就是 1000到2000左右 它只是一个生活费 一个补助金 它不算是 就是名义上的工作 其实是一个补助金 它其实是用奖励的性质 来鼓励你更好的训练 所以真的要赚钱 可能就是要拿奖牌 或者是有各种 国际比赛的成就 它才有机会拿到奖金 是不是 是 真的是要赚钱 是要在国际上 甚至是在奥运会上 你能进去拿入前三名 比如拿 就是金牌 银牌 铜牌 拿到这样三个牌子 你才有资格去谈奖金的问题 你才能让这个路走下去 要不然的话 大部分人退役之后 都是从事教育行业 或者是改行 甚至很多举动运动员 到街上去乞讨 就特别悲惨 你是体校毕业 然后后来又拿了 健身教练的执照吗 还是什么 是的 像你自己的发展的 我是从体校毕业之后 我半转行 反正转到健身行业 那到健身行业之后 我又考取了 美国运动委员会的 健身执照 这种是健身行业最权位的 私压症之一 那考了这个执照之后 我从01年开始 一直从业到至今 10年的从业经历 对 那在国内 这个健身的状况怎么样 因为首先应该要 有钱的经济复族起来 才会开始有健身 这样子的健康概念 那你自己看到 这个健身行业在中 你在深圳 对 那这个发展的状况是怎么 中国的健身行业 在08年之后 举国体制 因为奥运会的原因 让整个健身行业 迅速的蓬奋起来 到13年进入膨胀期 进入鼎盛时期 那这个时候 很多人都会去健身房 去办张卡 那这也给健身教练 提供了大量的客户资源 那所以我因为这样的机会 也接触到很多的客户 包括当然能到健身房锻炼的 都是一些中产阶级 那包括一些专业群体 他们也会寻求健身的帮助 在中国现在的健身行业 在13年进入鼎盛 然后到18年 进入整个行业的调整期 然后到现在进入倒闭期 因为疫情或者行业的调整 让整个的健身房的倒闭 大量的增加 那倒闭的主要原因 这个调整是什么原因 比如说它是饱和的吗 还是说大家对健身 有不一样的看法 或者是这个行业 本身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可不可以谈一下 就是为什么转转起 倒闭的行业其实就有两点 第一点是这个行业的恶行竞争 第二点是这个行业的饱和 我先说一下恶行竞争 这个行业可以恶行到 进行到什么程度 一栋楼可以开三家 不同类型的健身房 或健身工作室 楼上楼下这么开 门对门的开 楼对楼的开 在中国就是这么夸张 你这家开得好 那么这家的教练就有可能 带着他的客户 在你门旁边就开一家 在中国就是这么夸张 我说的 我说的是完全是 一个字都没有夸张 就是这样子 你可以在中国的各种软件上搜俱乐部 一公里范围内有几十家 不同类型的健身房 比比皆是 那这种 这种就是恶行竞争带来的就是 整个健身房的低价 那现在在中国最怕的是什么 健身房突然降价 突然降价并不代表他诉销 而代表他要跑路 那很多的 很多的中国的 喜欢健身的爱好者 或者是民众 因为健身受骗的人 去投诉的人 比比皆是 而且他们没有投诉的 没有投诉的那种 那种方法可以走 他们去到消费者协会去投诉 去举报 甚至法院起诉 这种流程和费用 会让他们 会让他们相比他们的损失这点费用 他们会觉得就算了 就这样子 那这么又会带来整个健身房的 有计有预谋的去跑路 那导致整个行业 还没开业就想着跑路 就是为了圈钱而做这个行业 那所以这个行业 现在导致整个信任危机 很多会员去办卡 不相信这个俱乐部 他真的是不相信 那俱乐部呢 又为了想获得更高的会费收入呢 又会再大量推多年卡 比如说八年卡 甚至有八年卡 四年卡 太平常了 那么 这不就会导致货源不想一次投太多钱 那俱乐部又一次想锁住你太多钱 那么就会导致这个行业 货源的入费率越来越低 那第二就是整个行业的瓶颈期 那么健身行业从00年开始 加入WTO开始慢慢的慢慢的开始有健身行业 一直到00年差不多有20个年头 这20个年头整合 这20个年头让整个健身行业 彻底进入了一个 一个从从沃沫到疯狂 再到现在的凋零 这样一个完整的时期 整个健身行业 健身老板 健身从业者 人员的素质 门槛之低 或让整个行业 对 让整个行业都失去的信心 对 就像你讲的 他这个专业度不足 然后又恶性竞争 消价到最后可能就是 什么阿妈妈都可以来健身房 那你应该知道加州有很多健身房 对 我不知道你否有去过 你会比较一下美国健身房的氛围 跟国内有什么差别吗 好 我有去过美国很多健身房 美国的24小时 美国的Plattef & Needs 最大的区别是 美国的健身房是按月付费 对 那么这个机制 就可以导致美国健身房 它每个月都有现金流进来 对 它不会因为 你一次性交我钱 下个月没有客户进来 我就中赚了我经营 这是最大的一个区别 中国呢 它是一次交一年和两年的汇费 一个月不收入汇费 它这个月就要吃死 这是最大的区别 也就是说中国如果进入了 像今年的冬季 12月12月 这是传统的 淡季 它三个月不开门 就是会员很少 没有入会的 它的经营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那我为什么说 现在中国倒闭会特别多呢 因为今年的疫情 是在1月份爆发的 12月1月2月 本来就是淡季 加上疫情 关门之后的三个月 是六个月 会让大部分的健身房 都撑不下去 这是第一 第二是健身 就是中国健身房的销售 为主导 就是他们的卖卡和卖私教课程 它不是说你需要就买 而是推销 用各种的话术 用各种的套路 来让客户去消费这个卡 如果你反悔了之后 你是没有退费的这种权利和门路的 所以一旦你付费之后 你就只能认栽 那么这就会导致 整个行业的购卡 或购课的这种人体会非常谨慎 比以前来说的话 卖课要难很多 卖卡业要难很多 这也是整个健身房 很难走下去的原因 第三个是教练的从业素质 那因为我在健身学院 当过三年的培训老师 我是专门教引技术的学生 怎么一步一步的变成一个 合合健身教练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发现有很多的学员 连字都不会写 他们的体能OK吗 就是你在教这些教练 他是为了做健身教练 他不会写字 我可以接受 但你觉得他的体能OK吗 或者他的这个 这两方面 也许字不会写的 他的体能很OK 因为他很早就要出去做工 对 那这种事可以理解 还有一些 做健身教练 他自己从来不锻炼 就你说挺的问题 也许他的文化还好 还OK 但是他的身体 不像一个教练 所以这是两种类型的教练 那还有一种 他的身材很胖 就是他自己 就像一个 要寻求教练帮助的客户 那这样的群体当中 在教练当中非常多 也许就是你遇到的那位教练 也许就是这样刚毕业的一位学生 我不能说这样学生不好 但是这种健身行业的发展 让很多学生觉得健身行业是个高薪 他们会因为这种广告 因为这种学生效应 而一腔热血地加入到健身行业当中 但是这种人的筛选 是没有任何机构来进行完成的 所以说健身行业当中 流通了大量的没有资格的教练 他们经过培训就可以变成教练 就是有人请他 或者是他随便自己决定要开 就可以开一间健身的房 这个是什么 在中国如果你想当教练 非常容易 在中国政府规定来说 你想同时健身行业健身教练 没有证都可以做 因为政府没有规定 只是说行业当中会有一些规定 说你必须要拥有什么样的资格证书 但是这个资格证书是商业化的 是几家健身房 他们联合起来说认定的 我需要认识这家资格证书 这家资格证书 也许就和健身房有利益关系 比如说你到我这家健身房 同事这份工作 你就必须要考取我认可的这家培训证书 它其实不是为了证书 而是为了收费 也就是说本质上说 中国健身房是没有一家 中国政府是没有指定 任何一家培训机构 发布的任何一家证书 是全部 是所有健身房认可的 没有 那这样子的人会有市场吗 比如说就像你讲 他本来就是一个 看起来不像运动的人 或者他一看就知道他不运动的人 他去教会 会有人请他做教练的话 是否会淘汰他 好 那这就下面说了 因为市场会淘汰他 所以中国健身房会有一套 它自我的销售体系 它销售你的不是它的身材 是它的话术 是它的套路 就是从我见到你开始 那就有很多的就是工作人员 就是办卡的工作人员和教练 一起来进行这个会员进行销售 我们行业叫POS 就是办卡的当天进行购买另外一种服务 那这种的时候会员 它其实是那利用人性的弱点 那去立刻销售证会员 会员其实如果它的阅历不够强的话 不够深的话 它其实是很难有反抗余地的 那甚至有些俱乐部 它没有道德底线 他们会用胁迫的方式 他们会用各种 各种没有底线的方式 来逼迫这种客户来买单 那么就是他会一个人跟你聊 聊完之后 如果你没有购买意愿 他会立马请他的上级经理来跟你聊 两个人同时对你一个人 然后进行这种感觉上的压制 然后不让你走 如果你说你没钱 他们会要求看你的支付宝的花吧 就让你去借款去买 然后会借信用卡 然后如果实在不行 他们会让你交定金 然后这种 甚至会有一些人都被交定逼哭了 这样子他 就我第一次就被逼到这个份上 他还愿意交钱 我就走了就好了 是 但是在这种情境下 他不是说你可以走的 他们会利用这种情境来压制你 你要走的话 他们把门关上 他们又有这种扮协制的作用 那说你没钱 那么说 那我可以看一下你的支付宝吗 他就有这种强迫性的性质 因为我很难想象 因为就在一个正常合理的社会 我不想管我就走了 你走以后我都不会留下来 你再怎么离关门我就报警了 不是吗 那首先如果是这样的情体的话 它是已经有消费的 它是已经购买卡了之后 那么当时在进行购买课 所以那这种会员 他们的思想就是 我既然已经购买你的服务了 我如果和你发生了冲突 那么我这种卡 我的钱就打水漂了 因为我也不会再来了 那你也不会搁我退 我就更麻烦 所以他们一般的中国人的想法都是 我能忍就忍 我先把你应付了 我能走就行 所以这中间可能还有利益的诱惑 一点点的小利益抛给你 是 所以那些人上钩了 是 然后就走不了 对 当然这些教练 他并不是一开始就上来威胁你 他们会给你做一个调查 他们会引诱你 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话术 他们会有自己的套路 先一步步的问你的方法 你想练什么 你准备怎么练 你每月的收入大概多少 他们大概了解清楚 一步步引完你之后 最后说 我觉得你应该购买多多客室 如果你不买 他会反馈你 刚才你不是说 你可以可以怎么做吗 可以可以怎么做吗 那现在怎么这样子 那很多人在刚才掉踏陷阱之后 他很难再反过来 去说服这个教练 所以他一般人 在这个环境下 都其实 他其实不买的话 他在这个对话当中 他也会去吃亏 他也会去认这个亏 他觉得我没有说过他 那这是不是有点像传销呢 就是我把你 以吸引进来 然后或者叫你再去拉其他人 来加入建设 会不会有什么 传销倒不会 他只是说 对于这种销售的 这种不规范 就是对于消费者 对于购买这种服务来说 他没有任何保障 对于健身行业 他卖这种卡 和卖这种服务的时候 他没有任何的流程和规矩 他非常的 非常的混乱 他想怎么设套就怎么设套 因为他没有追责的这种机制 就是我现在胁迫你去买这种卡 买这种课 你最多最多请记者来报道我 把你钱退了 仅此而已 没有更多的处罚了 我不会因此让你胁迫你 而让我关门 他从来不会的 在中国从来没有这样的事 一般人都不会退客的 就是你闹得再大了 最多就是给你退卡 仅此而已 退卡而且送你手机费 所以就是政府没有在执行管制一块 然后其实商人 他们本身还有一些 就是各种 很难想象 有点像黑社会的感觉 你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他没有黑社会 但是他会用黑社会这种手段 这种类似的手段 来进行一些销售 但是这种强迫性销售 会对一些小型俱乐部 一些不太好卖的教练 他们有的会用这种 那还有一些俱乐部 用的更让人不齿 就是女性来进行卖课的时候 他就会做的 会让人觉得不像一个教练 反而会像一种 就是无法言喻那种感觉 就利用女性这种优素 来进行男性这种卖课 这也是整个健身行业 最让人诟病的一种 所以别人一提到女教练 就会想到 就是往不好的方面去想 对 这也是整个行业带来的 对 就光靠着嘴就可以把课卖出去 卖完课它不上 那大部分的客人都是什么 当然你刚才讲 至少要中产一项 他才有钱去做健身房的消费 那大部分你接触到的客人大概是怎么样的客群 什么样的介绍 大部分的课程都是从事一些科技工作者 因为他们长时间久坐 他们的身体很疲劳 他们肌肉有劳损 那么需要做一些健身的强化 来帮助稳固身体 那还有一部分是整个小企业主 那他们有一些能力去消费这样的群体 那还有一些就是学生群体 家里条件比较好的 当然还有一些是整个的教师群体 总之就是能到健身房消费私教课的群体 那都是中产 那你刚才有讲到一个蛮特别的事 就是辅助一些足球队员 就是一些比如说国家型的 对对对国家型的 那可不可以谈一下这个中国足球的发展 我不是很懂吧 但最近好像有一个很有名的足球选手 出来反对中国共产党 然后做了一些宣言 你会稍微让我了解一下 他这样子的人在中国的地位 或者是他为什么会做出这种决定 对你来说的理解 就比如说他应该是功成名就吗 或者是说他已经是既得利益者了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宣言 好 那我先一步步说 我先说中国的足球 如果按照现在的发展 他别说五年 十年 他就是五十年 他也提不出来 因为中国足球 他都根本上没解决 他以从小来进行孩子培养的作用 那对于现在来说 中国很多足球运动员 他们拿着上百万的年薪 甚至更高 但是他们的训练方法 落后到美国的一个小 就是中小学的 就是体育的一些教育 都完胜中国足球的一些训练教育 中国足球它其实是一种资本的一种运作 它不是真正的把足球提好 中国足球的领导上任只有五年时间 那么他在五年时间把他的成绩提出来 他根本就无法要从小抓起 五年之后 我如果从小做起 那就不是我认内的事情了 那就是其他认内的事情了 那也就是说他要在五年里把足球做好 他做的不是从根上去改变 他做的就从面子上改变 我怎么能把这个制度调一调 让这个足球成绩变得更好一点 那在我认内能完成就够了 所以足球的协会这种政策 会让下面足球这种联赛 让他们的训练方法就发生一些改变 那我带这些客户队员呢 他们有很多人 比如说下肢力量不够强 还有些上肢力量不够强 还有些人整体力量不够强 他们的训练方法一模一样 没有任何区别 包括老外 他们的力量很强 他们的耐力不够好 也是练的一样的 按照中国号说叫吃大锅饭 就是两个人因素 这个动作练几组 一直循环一变 每个人都不会少 每人都不会多 这是第一 第二是中国整个训练方法 还是以量取胜 他们很难有技术性的 他们请在外交 唯一改变的就是他们的战术 但是不会改变到他们的训练方法 比如说他们的整个基本功 这些其实是很难去调整的 就调整他怎么跑 怎么就配合 还是这些 所以从根本上没有改变的话 整个足球它很难出来 第三个就是 整个足球运动员 他们对于自我的饮食管理 对于自我的训练规划 会让你觉得 这不像是一个专业运动员 能做的事情 第一 就是他们对于饮食的控制 对于一个专业运动员来说 他们的控制能力非常不好 就是可以说 他们晚上去吃一些夜宵 然后一些运动员不该吃的东西 他们都可以吃 然后满足口服之欲 第二是他们的休息和睡眠 就是远远不是按照一个 就是职业的运动员来去标准自己的 那是因为他们赚了足够的钱 或者是因为生活压力很大 他有一些需要怎么讲 因为其实比如说在美国一些职业连赛 他们的选手 他们也是会就是有夜夜深刻的部分 他们也会有一些 比如说生活娱乐消遣部分 但他们进入了赛季之后 他们就会集体式的管理 然后有每天适当的这个安排 包括也是 所以中国没有吗 中国有 但是这些都是你可以选择的 比如说中国足球队 他们会提供自己的宿舍 但是大部分人可以自己选择在家住 中国足球队提供自己的食堂 大部分人可以选择不在这吃 你可以选择性的 这是其一 其而我只是指中国运动员 他的自律性问题 就是他对于自己的训练和饮食 这种严格的要求程度 远远没有达到 就是美国这种职业标准的程度 可是他们想要成绩 他们比如说想要出圈 就是要让大家认识他 他想要拿到代言费 他就得有好成绩 那这样子他还不去严以律及吗 就是还是随便打打 马上大国换训练 他也拿大国换训练 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这个就是和你教练的关系 在中国如果成绩相当情况下 谁能上场 谁不能上场 不是看成绩 是看和教练 那教练对你的这种形象和感觉 决定你是否能上场 那很多人就是在这个队 哪怕成绩再好 对他来说都不是很好的事 因为教练不认可他 也许成绩一旦下来的时候 教练走人了 对他来说是个好事情 换了一个新教练 他的整个的 他和教练这种关系就改变了 他就可以有上场机会了 总结一句话 就是在中国 你能不能上场 你说了不算 可是我不清楚 因为我没有看过 中国的足球比赛 但我有些朋友 他们蛮爱看的 然后又支持中国国足 然后又看 足球联赛什么的 但是就既然有这么大的球迷量 然后应该有一定的 这个市场机制在运作 都没有嘛 就不会因为说 想要拿到好的成绩 然后有一些新的变化 就是球队自己也不争取嘛 就让教练这样 一手遮天的去操控 很奇怪是在这 我也很好奇 既然有这么大的市场号召力 那为什么中国足球不改革 好 把这个问题回到 回到某一个队伍当中 每一个队的老板 他们投资足球 不是为了让整个队员变得更好 而是为了让整个足球 能带动我们的产业变得更好 所以 所以每一个足球队的老板 他的核心的利益 足球不是 不是做得更好 他就更好 而是足球是否能带动 他的产业变得更好 在中国 几乎足球队都是有一些大的地产商 或者是一些大型的保险机构来赞助的 他们进行收购足球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足球给他打广告 提供影响力 让他的房产和保险卖得更好 如果能达到这个地步 他就足够了 所以他不在乎足球 你提的好不好 我只在乎我的 对 我的足球提供的副业 怎么好不好 还有一点 当地政府需要一个足球队的时候 这个老板哪怕亏钱 他会把足球队买下去 他买的不是足球队 他买的是和政府的关系 所以这么也决定了 他的本质上不是为了喜欢足球 而去买一个足球队伍 而是有利益的交换 他买一个足球队可以给他带来更高的收益 OK 我有点明白了 所以买银球队是买一个广告 那他又加上政府的各种利益的关系 所以也是买一个关系 所以他不可能经营好球队 或者真的热爱这种运动的发展 几乎没有吗 可以这么说 有 肯定是有的 我如果说没有的话 那这样 对 那有是有 但是非常少 因为一个足球队 他们每年的运营 哪怕是一个第一级连赛 都有七亿到八亿 因为我和之前的一个 就是我带了那个足球队的队员 教练聊过 他们一年在整个全部队的投入上 达到七亿人民币 对 而且不是超级的 是甲级连赛 那七亿人民币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的话 对于他整个上百亿资产来说 其实不是很高 他可以拿着花的七亿人民币 带来他房地产的收入 他拿地的收入 换的可不止这七亿 也就是说 即使他这个七亿全打水漂了 他在别的方面 可以乘几十倍的赚回来 现在还有这么好的光景吗 中国经济还有这么好吗 或许前几年有到现在 你觉得足球 还有整个经济 它还可以带动吗 就是你自己看到的这个状况 我自己看到 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非常大 它只要有人口基数 它就有消费的群体 我不敢说中国的足球会在这一两年 就会迅速的消亡 因为他还有大量的喜欢足球的观众 这些观众 他们不能射神处地的到国外去看球 他们只能推而休息一次 选择自己当地的足球队伍 所以他们还是这个足球队的一些粉丝 他们还是会去支持他 有比赛有转播 他们还是会买这样的比赛去看 对 也许我的意思就是说 中国足球在有这些观众基础上 他想完全地让别人唾弃 其实还是很难的 他还是有这么多人在这儿的 对 本来还想请教你 就是你这个整个运动的训练生产里面 没有遇到比较大的挫折 比如说是很严重的运动伤害 或者说在培训的时候 遇到了什么样 比较没法过去的感到 你觉得不想练了想放弃 有很多 首先就是中国运动的残酷性 我可以这么说 就是在我小时候练田径的时候 那种练田径的苦 让我有好几次 再跑着跑着就跑哭了 就是我作为一个男的 其实很难去 因为累了而去哭 但真的是这种强度 会让你连续的大强度训练 会让人没有休息 因量而去取胜 会让整个人身体受不了 跑哭的 有几次大的伤是因为跑太多了之后身体比较疲劳 整个脚直接90度玩下去 这是最大的一次伤 那就是经过长时间复健 对 是的 经过长时间复健 那慢慢恢复了 这是最大的意思 其实中国的运动呢 就是它的成绩出不来 中国哪怕是举国体制使用兴奋器 成绩还是没有其他国家好 就是因为它的训练方法 它的训练的落后性 它的训练技术导致的整体问题 理论上人口基数这么大 就是白里挑一万里挑一亿 一亿人里面挑一出来 应该是很厉害的 可是就是因为训练的方法 对所以 是 夭折或者是很快 就不能再比赛 是 是整个中国的体制问题 你想中国这么多人 但是中国的家庭 能有多少人 愿意让自己的孩子 从小就送到体校去 去练某一种体育项目 几乎很少有 家庭只要有一点条件的 都不会把它送过去 哪怕它天赋再好 因为它知道在体校里面 它除了练体育 它有别的方面 是它受不了的 这是每一个中国人 都了解的 比如说霸凌 比如说人格上的一些 欺负和侮辱 比如说如果你的性格 不是很合群 你会切方板球的刁难 还比如说 如果你不是很事故 那么你在整个的体校 你会很难生活下去 中国有一个运动员 叫丁俊辉 打台球的 那么他是从小已练台球 但是他不是在学校里练 他是他父亲带着他自己练 他没有进行这种体制 包括打网球 李娜 中国唯一一个拿大满贯的 他在打了这么好的情况下 他是脱离值 脱离了体力之后 打了这么好的 所以以中国的这种培训方式 是没有办法培养出真正的运动员 也没有办法让运动员有个长时间的职业生涯 是的 可以这么说 因为中国的体制 它本质上 它是教练和运动员是捆绑在一起来的 也就是说你运动员成绩做得好 那教练就会得利益高 那运动员呢 对于自己的运动命运呢 他又很难去把握 那他的命运掌握在教练手里面 那教练你怎么样就怎么样 教练你跑多久就跑多久 那在这个时候呢 你的运动伤害 还有你的运动利益 都是有教练的把握的 那时候你练多练少 然后你接什么广告 让不让你练 你很难做主 所以这个教练有点像经济人 是吗 是 是这样子 对 也就是说你拿的广告 比如说拿一万块钱 那教练当中就要抽30% 甚至更高 这是他应得的 然后还有30% 要上交给国家的体育总队 然后你自己再拿 其他50%过40% 是这么一个分成 因为一环扣一环 那你自己是做不了主的 非常精彩 让我收过两个 我会应该是至少 会切成两三个主题来谈 不知道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培养自身免疫力的 几个健身动作 因为疫情 大家可能无法外出 那假设没有健身器材的状态下 我们想要做一些 锻炼肌耐力 或者是有氧运动 你方便做吗 我们可以拍一两个 你如果变运动 那我 要先介绍一下 对 先说一下 对 好 正常对于大部分普通来说 我们锻炼身体 主要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锻炼我们外在的肌肉 比如说炼我们的肌肉的力量 炼我们肌肉耐力 这可以帮助我们维持姿势更久一些 让我们的力量更大一些 这是第一 第二是炼我们的内在 炼我们的心和肺 炼我们的心 让我们的心脏跳动更有力一些 一次可以输入更多的血液 第二就是炼我们的肺部 炼我们一次可以吸入更多的氧气 排出更多二氧化碳 也就是说我们不管炼什么项目 最终都是炼这两个部分 内是练心肺 外是练肌肉 那如果我们疫情在家 你如果无法进行跑步 无法进行一些心肺的运动来说 那你能练的也就是练一些外面的肌肉训练 对 那我可以建议大家 如果你可以选择的情况下 你可以在家里选择跳绳 那跳绳是一种很好的锻炼你心肺的运动 它比跑步的强度还要大 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代替运动 当然如果你家有条件 在人比较少的情况下 那你可以去户外跑步 这一种很好练心肺的办法 当然你要注意运动伤害 你要做好热身 好 那下面第二个呢 就如果你想系统的增加一些 你的肌肉力量和肌肉耐力 比如说我的腰疼 我想增加我的腰周边的肌肉 让它更好的用劲 保护我的腰 不让它受伤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针对性做一些运动 对 那没有器材呢 因为健身上有各种 就是你要练买困 对我理解 那没有 如果在家里没有 我应该只能做 好 那下面我就可以推荐大家几个 非常非常常见的动作 在没有器材当中也可以练 还有一个误区就是 大家会觉得我如果想运动 我一定要去健身房 其实不是这样子 是在家也可以更好的运动的 如果你方法对 如果你的 如果你的整个持续时间比较长 你的效果不一定会差 我应该做一些 如果你的效果不一定会发生 我应该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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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